A股公司请两大诺奖得主研究白酒 一位是伟哥之父 一瓶酒卖近6万 喝了真能壮扬 董事长称 灵感来自太上老君播报文章 前有太上老君托梦 推出天价听花酒 如今又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担任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 已连续两年亏损的虫草第一股 青海春天600381的春天要来了吗 2016年 占青海春天营收比超过9成的吉草系列 被国家食药间总局要求停止生产 2018年 自称被太上老君托梦的青海春天董事长张雪峰 开始进军白酒行业 并推出了天价听花酒 不过2020年 2021年 青海春天仍分别亏损3.2亿元 2.5亿元 7月14日 青海春天披露 预计公司2022年上半年 净利润为亏损4200万元 至5124万元 今年至今 青海春天股价整体上涨74% 7月14日下午 青海春天公告 为进一步推进自身在酒水快销品板块业务的发展 继续实践通过创新研究 持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 安全和健康的产品的发展愿景 公司于近日聘请1998年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 菲里德·穆拉德·弗里德·福利德·姆拉德 教授 下称穆拉德教授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亚利耶瓦西尔 Air Warshow教授 下称瓦西尔教授 为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 公告显示 穆拉德教授出生于1936年9月 美国国籍 因发现一氧化氮能促使心血管扩张 而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获医学奖 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休斯顿医学院综合生物及药理学系主任 美国分子医学会主席 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世界自然医学基金会名誉主席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因诺奖成果促进了万艾可的发明 被誉为伟哥之父 瓦西尔教授出生于1940年11月 是以色列美国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 因为复杂化学系统开发多尺度模型 而获得2013年 诺贝尔化学奖 开创了计算美学 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 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会员 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 南加州大学化学系 Dana和David Dornsife冠名主任等职务 根据公司与前数两位教授签署的合作协议 穆拉德教授将和青海春天董事长张学峰 瓦西尔教授出任青海春天联席首席科学家 期限为三年 在此期间将服务于青海春天的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推荐和引进符合公司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需要的高水平人才 以及出席公司相关的公务活动 协议约定 穆拉德教授将指导青海春天研发团队对 指导方向不同 他们出任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 将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升公司在产品健康化方面的研发能力 促进有关产品的升级和国际化进展 提升公司和相关产品的竞争力 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 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造更大的公司价值 曾经的虫草第一股有救了 青海春天成立于2003年 2009年 其以东虫下草为原料制成的纯粉含片极草系列产品 开始试生产 极草定价29888元和平均每克1054元 是当时黄金价格的三倍 2014年 青海春天借壳上市 当年营收达到20.63亿元 然而 上市第二年 青海春天的产品便遭遇了不测风云 当年 青海春天的东虫下草 东虫下草粉 其纯粉片产品 被国家食药间总局检验发现 俗称披霜的深含量为4.4到9.9毫克每公斤 远超保健食品1.0毫克每公斤的安全标准深限量值 2016年 极草系列产品被总局要求停止生产 彼时 极草产品占青海春天营收比超过9成 2018年 自称很少喝酒的张雪峰 开始进军白酒行业 并推出了听花酒 目前听花酒有两个产品系列 分别为5860元瓶的标准装系列 和58600元瓶的精品装系列 其贵过飞天茅台的定价 远超白酒行业 对于新白酒品牌的价格想象 因此被称为天价白酒 有意思的是 听花酒 其研发灵感 被董事长张雪峰描述为先人托梦而来 他趴在实验室的桌上瞇了一会 梦到自己在昆仑山找灵丹妙药 一个太上老君模样的人飘过来 在他的左手用浮尘写了个活字 醒来之后 张雪峰得到的启发是 水在蛇边即为活 蛇边之水为唾液 听花酒最大的特点即生金 这段神乎其神的灵感来源 被写入听花酒官方介绍中 并配了一幅梦中老君点迷津的图 此外 2021年3月 一些关于听花酒壮扬 提升免疫力及改善睡眠的宣传 开始在网络上传播 听花酒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据悉 2020年12月 青海春天开始进行听花酒的品鉴 招商工作 根据2021年年报披露 青海春天听花酒实现营收2539.48万元 同比增长50.51% 2020年 2021年 青海春天分别亏损3.2亿元 2.5亿元 今年一季度 青海春天蓄亏 亏损额度为 2357万元 7月14日下午 青海春天最新披露 预计公司 2022年上半年度 营业收入为1亿元至1.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5295万元至 6295万元 同比增长 112.56% 至133.81% 但净利润仍高亏 预计亏损 4200万元至5124万元 扣非后净利润亏损 4324万元至5275万元 青海春天表示 报告期内 公司酒水快销品业务的相关产品 仍处于市场发育和持续投入阶段 同时受第二季度 疫情反复散发等大环境的影响 公司营收虽然保持较大增长 但暂时未能取得相匹配的利润 以上因素导致公司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另外 2022年第一季度 青海春天销售费用为4827.62万元 同比增长485.21%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